非常的這個有力 那前駐美大使崔天凱事實上 他也有去相會 他也再問一下大家 他們為什麼要漂洋過 還到我們家門口 對啊 這好問題呀 他們離我們的領土太近了 你想像有一個人 他在你家巷口外面 沒有進到你家哦 但巷口外面一直拿著這個望遠鏡 在偷看你家窗戶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基本上就是這樣 來 我們再把這個雙方的講話 都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雙方的針鋒相對意味很強 這個Austin的演講題目 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力 講的是印太地區 但是講的都是中國 他說晚宴上親切的握手 跟這個李尚福握手 並不能夠代替實質行動 如果台海爆發衝突 是毀滅性的 台海衝突不是不可避免 我們不尋求衝突或對抗 但不會在欺凌跟脅迫面前退縮 這個話你如果把它的頭蓋起來 你會以為是中國大陸講的 對不對 是啊 是這樣 超錯了嗎 我們將繼續努力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可以控制大家共享的水道 在南中國海 我們將繼續跟我們的盟友 跟夥伴合作 繼續維護 繼續維護航行跟飛行的自由 飛行到人家家門口去搜探 人家的資料偷窺也都是自由 中美對話並非獎勵 而是必要的 他用獎勵這個形容詞也蠻特別的 原來中美對話 他覺得還是一個獎勵 對於負責任的國防領導人來說 任何時候都是適當對話的時機 這個講話很有趣 第一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底氣很強 勇氣十足 美國又怎樣不怕你 二方面他苦苦哀求 拜託再跟我見個面吧 對不對 隨時可以見面 然後你看看李尚福的演講 他的講題是中國的新安全倡議 他說霸權主義跟強權政治的手伸向哪裡 哪裡就不得安寧 就會戰亂重生 從歷史上來看是不是如此 有的國家是誰呢 肆意插手他國的內政地區事務 一邊搞單邊制裁 無力脅迫 擾亂一個地區之後 一走了之 留下一個爛攤子 你是不是想到阿富汗 我們絕不能讓這樣的事 在亞太地區被複製 所以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營三個原則 是中美兩國正確相處之道 有沒有相互尊重 有沒有和平共處 有沒有合作共營 大家想一想 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不能為衣食之私挑起陣營對抗 應該顧全大局 好 來了 朋友來了有好久 豺狼來了有獵槍 所以空中的海上的 你豺狼來了 我就是獵槍伺候嘛 注意到 大家也注意到氣氛的細節 在演講的過程當中 坐無虛席 因為他的談話是整個相會裡面最大的亮點 連走道全部占滿了聽眾 然後講完之後呢 這個現場是長時間的掌聲啊 也跟其他的掌聲不太一樣 好 我們回到剛剛那章 我就問一下這個閻老師 一方面雙方的講話細節都出來了 二方面呢 蘇利文又不斷地在講 一樣啦 這句話已經講了恩變了 拜登要跟習近平某個時候 某個時候要見面 然後呢 你就注意到 澳大利亞跟大陸的關係也不好嘛 但是澳洲的防長在現場接受訪問時 講了一句話很重要喔 他說什麼 美國的盟友也可以跟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 本來預料這個相會是西方的主場啊 按照去年的一個這個氣氛的概念 就是怎樣 西方國家集體指責中國 所以中國幾乎是一個怎麼樣 孤軍奮戰 一人這個戰群雄的一個概念 但是今年氣氛好像變了 那個群起指責的氣氛好像比較鬆緩 包括你看到澳洲的防長也好 總理也好 講的話都不像在過去那種全面指責的口吻 注意喔 美國盟友 澳大利亞就是美國盟友嘛 也可以跟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啊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跟中國交朋友啊 雙邊啊 為什麼要採取單集呢 然後另一頭 新加坡的國防部長也來囉 他說什麼 跟李尚福 奧斯汀 個別談話時都表示 希望恢復原有的對話機制 他松口告訴大家 其實雙方都想見面啦 因為李尚福跟奧斯汀 都有跟他個別見面 兩個人都跟他說 我們想跟對方對話喔 所以雙方都是有善意的 這點呢 新加坡的國防部長告訴大家有這回事 所以你不能把責任單獨丟在中國的身上嗎 中國不想見沒有啊 中國的防長告訴新加坡的防長 他也想跟美國對話 然後他也講什麼 日本呢 也是加拿大之外的 美國另外一個小弟 你日本最大的任務就是改善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所以整場峰會大家看到了 那個全面手指頭指向中國大陸 那個過去那樣 完全依附美國角度的視野 那個角度好像不太一樣了 跟過去 楊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我自己是看美國政治的 那我覺得這個和美國內政有關 就是拜登也知道 他必須要跟中國大陸有互動 就是engagement交往 要恢復一些談判 但他也很擔心 如果不現在這個狀況 持續這樣下去 那以後就回不來了 所以他必須要一直放一些話 但是呢 他又不想真正就是馬上 要跟中國大陸對話太多 為什麼 因為明年的選舉到了 所以他要再維持這個冷的溫度 維持一陣子 但是如果選舉之後 他贏了 民主黨贏了 我覺得那個對話就會熱起來 那現在因為你碰到一個共和黨 是比你還要反中的 而且那個國會裡頭 也講出來的話 很多話 就會把你拜登認為說 你就是一個逢中必軟 就是就是說不行的 那這樣的情況 他對他選舉是有傷的 對 但我想問影音老師 就是說美國很多內部的問題 無解 下面的美債無解 選舉的問題 無解 美式民主 但是我要必須提 但中國大陸 像剛才你提的那個 就是美國 為什麼要把這些影片露出來 搞不好回去 又去要國防預算了 就好像當年1957年 蘇聯的人造微星上去以後 美國馬上加碼 對不對 然後說我們要趕在蘇聯的前面 就後來就登陸成功了 所以美國會有用外面的這個崛起 讓他自己來這個增加他的 抗中士們好生意 對對對 好生意 對 就那你怎麼看待 就是中國大陸以後 利用這個時刻 美國的選舉問題 美債問題難題等等 樹立自己的威信 我覺得大陸就是說 今天很簡單 就是我們講的 我今天在南海 就是你要怎麼樣把大陸定義 如果你美國長期定義 大陸就是一個我們講說 是一個在亞太地區的強權 那他在他的國境附近的海域上面 他可能會有一些展現他的實力 如果今天他今天是跑到你家門口 那就是他要想變成為全球霸權了 那大陸沒有這麼做 所以他必須要跟美國講 是你在做搞全球霸權的遊戲 我只是在防守 做一個防守 我自己在我家門口裡頭 我必須要有一個展現 所以燕老師覺得 奧斯汀跟李尚福的講話 誰比較有道理 我覺得今天就說 如果美國覺得他大陸沒有道理的話 那很簡單 我覺得大陸就派兩艘 一個到加州外海 一個到佛羅里亞州外海 讓你感覺到 或者甚至上紐約外海 進入到你的還是這個 我們講說也是自由航行 無害通過 我也是無害通過 而且一年來個一千次 對 沒那麼多 你再來一兩次 美國人就覺得說 怎麼能夠來 那你就回告他 說你美國也是這麼做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 不要認為美國可以做的事情 別國家都不能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現在目前美國霸權裡頭 最麻煩的問題 他覺得他是正義的化身 所以我做的東西 都是好的 別人做的都有 另有企圖 對